各位网友大家好 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 今天我们这篇报道来自于德国媒体 从南德地质报的报道称 中国在稀土行业的垄断地位 正在成为北京制衡西方的一个战略武器 但矿需环境和民众健康 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法兰克福原研究报告指出 欧美国家对中国稀土的高度依赖 在中短期内很难出现改观 德国资深中文网兰德一字报 记者深入到中国内蒙古稀土矿区 发过来的报道指出 中国从地下开采出的稀土早已不再是原材料 而成了北京用来卡住西方咽喉的地缘政治武器 而对环保和民众健康的漠视 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 这篇题为稀土成了中国勒索世界的武器的文章中写到 内蒙古这是一片比德国三倍大的中国自治区 同南方人相比较 这里的人身材壮硕 性格也更加粗犷 脸庞因高原日照而泛着红光 曾几何时 蒙古人从这片土地出发 征服了全世界 而今天这里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并由一个权力野心 堪比甚至超越陈其思汗的政党所统治 那么在该地区开采着世界急需的各种稀土 如铝 蓝 山 浦 主要是从柠檬矿中提取 而乙 油 扎 耳等含量较少 不分于独居石和其他的矿物结合 此外中国最大的铁矿之一 也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大铃矿床 和最大的土矿床之一 也都在这里 大多数人对这些金属可能闻所未闻 玩书也是练制练一半 但没有他们就没有风力发电 智能手机 电脑 电动车 来自核电站 而这些只是稀土实际用途的一小部分 从这里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开采出来的 已经不仅仅是只是某种原料 更是地缘政治的一个弹药 在同美国的贸易战中 北京一度停止供货 并限制了加者等关键金属的出口 虽然北京打击的目标是华盛顿 但欧盟在这场并非自己发起的贸易战中 也成了附带的受害者 为了不单方面切断对美国的稀土供应 中国干脆实施了全球性的限制 那么这样一来 北京既能够打击美国 又不至于被视为有针对性的攻击行动 出口管制的效果很快就得到显现 一些德国企业与美国同行一样 都因无法获得前期产品而被迫停产 与此同时 全球库存下降 价格飙升 很多项目被迫延期 高昂的环境和健康的代价 兰德意志报的报道指出 稀土其实并不稀有 但稀土元素的开采和分离却极为复杂 并会严重的污染环境 中国之所以能最终占据全球稀土供应店的至高点 就是因为中国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对环境和民众的健康忽略不计 在包头西部有一片任何旅游宣传品上 都不会提及的湖泊 面积12平方公里 湖水呈灰色 毫无生机 紧邻金属演练场 管道沿着低岸延伸 灯光映在湖面上 发出阵阵的冷光 这个能工湖被严密封锁 周边100米没有专门设有警戒线 在过去几十年内 工厂企业一直在向湖里排放加工废料 每年有600万至800万吨含重金属的酸液 放射性物质的泥浆流入湖中 人工湖并无防身尘 从60年代开启 有毒物质就日复一日的渗入地表 并污染着地下水 该矿区比黄河水平面高出35米 而同黄河的距离则不足10公里 从地下30米获取的水样标本显示 这里的稀土元素含量比其他地区高出了10倍 空气中也可以检测到随风飘散的颗粒物 网络上就可以找到一些中国科学家 近年来发表的相关的研究报告 据202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居住在矿区附近的儿童头发中 铅和稀土元素明显的偏高 那么这类污染通常也会导致低智商 儿童比例偏高 长期接触这类污染会导致肝炎和肝脏的衰竭 有些金属会损毁血脑屏障 导致记忆力减退和神经元的损伤 不运症和其他发育障碍也时有报道 有些元素被认为是致癌物质 可导致骨骼变形 这个人工库的上空看不到一支鸟 紧挨着墙的居民早在几年前就疏散了 但再隔一条街就可以看到正在玩耍的孩子们 包头有近三百万居民 而这个大坝后面又有什么秘密呢 采访显示 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工库的存在 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中 环境污染并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话题 有研究表明来自中国的稀土在中短期内无可替代 法兰克福报援引了奥利利供应链信息研究所 ASC2发布的最新报告称 欧美国家对中国稀土产品的依赖程度比以前的贫瘾估更为严重 而且在短期内这一情况将难以出现改观 报道称 在全球化的高峰时期 利润微薄且伴随着高环境成本的原材料加工工序 被大量的转移至中国 这一进程使中国在部分领域形成了垄断的地位 奥利利供应链信息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中国掌握了全球91%的稀土加工能力 而在重稀土领域更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替代来源 德国原材料数的数据也显示了类似的结论 这些经过加工的金属 几乎是所有技术产品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 没有它们就无法生产芯片汽车 能源转型产品或军工产品 北京此前已多次将特定原材料的供应 作为施压的手段 并以加强出口管制为威胁 就在今年春天 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后 稀土供应出现了历史数周的中断 中方虽然否定这是制裁措施 并表示是出口申请羁押 造成的供货紧张 但业内人士人普遍怀疑 这同贸易战有直接的关联 美国正在削减对华的依赖 欧盟所以推出了关键原材料法 并决定大举投资本土的矿产项目 但AAC2研究所的测算显示 到2040年 欧洲对中国的稀土的依赖度 仍高达85% 这项研究强调 仅关注矿产开采远远不足以解决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 中国控制的关键的中间生产工序 拥有战略守门人的地位 从而对全球核心技术的供应 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也影响着欧洲的经济和未来 那么在这场贸易战中 我们看到美国也正在加紧和企业合作 由政府投资企业出技术 开采美国的稀土 但是在短期内 稀土短缺的这个现象 不可能得到扭转 世界局势 贸易战会走向何方 我们拭目以待